Leo聊世紀 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保佳利亞人對上印加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風星臨地 這場比賽是天梯上的地戰爭模式 開局就是28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保佳利亞人YO 保佳利亞人是一個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但是他的兵工廠科技肉類都是半價的優惠 非常之省 他的兵工廠也是 所以這個大衝車只要510物就可以升級好 重衝動型投資車也只要700多肉就可以了 保佳利亞人他的打法比較平衡於騎兵路線 有這個馬蹬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攻擊速度變成遊戲裡面最快的騎兵文明 他的馬攻路線也是堪用的 有安息人和拇指環 但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保佳利亞人值得一提是他沒有工兵的升級關係 水風軍時代不能按太多工兵 好 開局YO直接按了三隻裝甲 想要給印加這邊最大的壓力 哇靠 三隻裝甲非常的猛 那為什麼保佳利亞可以打這個打法呢 是因為保佳利亞的民兵路線呢 是會自動升級的 對 三裝甲直接抓了一村 哇 這個YO好 算是 好有想法嗎 哇 直接裝甲給壓力啊 我們來看一下HART這邊的文明 是選擇的印加人 印加人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有食物消耗的潔面 所有軍事單位都有 不管是要出槍兵 毛兵 老鷹 槍隊長 投死手 都有這些食物消耗的潔面 所以他在阿拉伯也被很多職業選手 平比為 這個A10級文明 或是這個T1 T0文明 所以印加人呢算是一個蠻強大的文明 最主要是他遇到各種情況都有反制的方法 生理的部分也不是太差 只有這個淑對思想跟宗教狂論沒有 基本上還是可以用的 那接下來看到這邊 YO直接插了劍塔塔弓 那印加人這邊也有這個石料減免喔 印加人的石頭的建築物有稍微減免一些 好 先看到這邊石頭上是28 欸 這裡怪怪的喔 欸 兩根劍塔 已經蓋好了 所以剛剛應該是有買100石頭的樣子是不是 喔 有在挖石頭 不然這個時間點怎麼會有事件 其實是蠻奇怪的 好 那最後兩邊劍塔蓋好 兩邊史上多一些 但是還好還沒有出現村民的死傷 出現了 有出現了 OK 兩村 那現在YO 現在有點舒服了 IG領先 大約一村半左右 兩邊都是有這個 城鎮中心的TC IDLE 閒置城鎮中心的關係 所以現在村民室我並沒有領先太多 好 現在後面的裝甲跟毛病一直在後面偷偷繞來繞去 後馬生他一滴血 直接守在聖物的旁邊 那現在這個情況 對於YO來說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現在只要讓硬家的兵力沒有辦法成形起來 欸 這個村民怎麼死的 那優勢可能又沒了吧 那現在硬家這邊的兵力慢慢成形的話壓力就很大了 那現在YO現在是轉裝甲 就去給壓力 光想越按越多欸 這個是沒有打算生死帶的嗎 然後繼續打架 哇 又砍死了一村 哇唷 這一波 打步兵有料 又砍 又再插一刀 砍不到老鷹 差兩刀才對 好 我們這一坨 單位很關鍵 風兵 老鷹 毛兵 混合 全餐 好 看一下這一波 我們直接往左邊拉走 然後開始往TC家裡的方向跑 應該可以拿個一村沒有問題 好 後方的裝甲步兵 現在還在騷擾 但是也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最近那個毛兵殺傷力有點差 頂多騷擾 不能擊傷 好 YO這一波收村之後 分數開始被HOT反超經濟支援了 好 現在經濟是113 那硬家是1221 好 果然這個一收村 經濟就會差很多了 但沒有辦法 現在後方的防守是非常空虛的 除非要再去插箭塔 但是現在YO插箭塔 村民是先補在了石頭這個地方 然後先繼續穩住 這個石頭的來源 那現在硬家人 這邊的兩根箭塔 已經順利守住了 這個YO的前面的騷擾 但是村民的損傷是有點多的 兩邊都是損傷了6跟3的村民 那現在村民是兩邊是來到40對40村 那這邊是因為YO有點輪軸技術的關係 所以村民術看起來好像沒有這種磁瓶 但是YO是 村民術是領先的狀況 OK 現在家裡的毛病完全擋不住 這時候一直攻兵 後面補了一個房子 家裡完全擋不住 這裡裝甲 直接硬躺 但是這裡的廖望塔山很高 後腳步運不能硬追 好 自己直接拉村民過來打架 只要把對方的工兵收完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剩下的單位 村民可以直接用全套打回去 但是只能暫時的 後面有更多的工具手來了 這就不能打了 村民趕快到後方 YO這一波 已經有點炸裂了 哇 這就是硬家最頭疼的地方 單位真的不多啊 最後解冕是真的舒服 好 硬家點下來一級的步兵鎧掌 讓自己的老鷹的防護力更上一層囉 好 YO現在後方 一大堆人 在這裡拔木 要趕快蓋劍塔才行 走得過來 這個劍塔可能還是要死個幾村才行 一村兩村被拿下 劍塔最後是蓋好了 好 YO在後方 有一波衝鋒 抓到了一隻村民 不錯的交換 兩軍兵都在一直給壓力 裝甲步兵還在慘 這個一直慘裝甲步兵 真的是沒有打算要升時代了 甚至連肉馬都不按 寶加利亞不走肉馬 有裝甲步兵的策略 這樣可以讓對手 硬家人 逼他出弓兵 但是感覺那樣的速攻兵好像也不是太虧的事情 好 那現在這一坨兵力要是直接卡在劍塔下方的話就會很難受 因為這裡太多說明了 要是再度拉回家的話 心機肯定是炸裂了 好 這一坨可能會躲到劍塔下面開始燒了 哇 又再一次燒了 好 老鷹 不要會被收掉 好 這些劍塔還在燒了喔 喔 弓箭手很痛 直接村民拉來打架 歪歪歪點下城堡時代 但是沒有單位可以防守這一坨村民 這一坨村民可能死傷會有點慘重 這裡要先打這裡的弓箭手才對 好 弓箭手趕快點 但是一直躲在劍塔下方 這裡弓兵還在繼續輸出 裡面村民放出來打 OK 裡面的劍塔 只剩下殘血的四隻村民溜了進去 直接用村民暴打一波 最後要把這坨單位全部收完 哇 但是YO的村民術已經劣勢了 好虧好虧 但至少把這坨兵給解掉了 哇 第一次看到村民的擊殺術會有這麼多 擊殺了十隻單位 OK 那現在YO現在的狀況是比較需要回整一下經濟 但是也不能專心回農 專心回農的情況下是很難打贏硬家人的 這裡還是要多靠自己的特殊單位 這特殊的建築物銀壘 去獲得更多的優勢 或是轉這個騎兵路線 保加利亞騎兵 那鷹雷待會可以的話 最好是插在這個位置 直接控住兩個劍塔 還可以把自己的石頭給保護住 還有黃金的部分 待會這裡鷹雷直接升推 把這個黃金跟下放石頭 還有這個黃金全部控住的話 怕得就很難受了 因為他這張地圖的分布 大部分的重要資源都在這個區塊 所以待會YO如果能夠成功起了這個連環鷹雷推的話 那對於自己的勝率會有大幅提升效果 現在要順利劍起鷹雷的話 還是需要一些部隊保護者 這邊還是先安歇起兵 那現在升到城堡時代 雙甲步兵也升到了長劍兵了 攻擊力來到了9點 非常可怕的近戰傷害力 劍兵的優勢是造價便宜 雖然沒有進攻上的優勢 但如果要打對方老鷹的部分的話 劍兵部分是肯定好用的 那如果鷹家要對付這個組合的話 可能就要講公兵 公兵配上 或是頭石頭配上老鷹 這個打法是比較適合運家人的 這裡公兵超一盤之一 直接把騎士給射死 正面快要有350石頭 但是正面的部分 公兵一直接在前方 沒有辦法有機會 可以去來 蓋營類 結果是HOT 直接透過買賣 買了100石頭 然後蓋了城堡 直接把你的石頭跟黃金空下來 結果是HOT 先空住你的資源點 HOT現在後方沒有辦法開下城市中心 現在木頭有點缺喔 木頭已經指向一個人在挖 現在Wild的想法是 把對方的木區給空下來 只要你斷木 那我就會很有優勢 但是他只要空在中間的話 這就可以開TC 中間木頭還是可以挖 唉唷 失誤忘記了 中間這塊區域也是很重要的 可能也沒忘記 只是有點忙不過來 對手HOT 也是很有實力的玩家喔 OK 那現在槍隊長也慢慢產生了 槍隊長打騎士的話效果還不錯 有外增傷效果 但是傷害增傷喔 還不如槍兵喔 那他的優點呢 是有一點射程的關係喔 所以數量一多血來 戳這個騎士也是特別痛的 而且槍隊長的攻擊速度之外 還可以吃到植物盾的遠防效果 槍隊長到了後期 可以高達6點遠防的效果 所以要坦對方的攻兵單位也是可以 打近戰單位也行 這就是比較全能的槍隊長 射程有優勢 說什麼東西都有優勢 有這個一點射程優勢就很不錯 好 那現在這個狀況 對於YO來說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如果這邊沒有辦法速身帝王的話 就要想辦法 不要讓對方繼續深入進來 後面的部分可以考慮再補一個陰類 這個地方可以補一個陰類 或是這個地方地下房子補一個陰類 往手下正面 那這裡有一根劍塔 所以應該暫時問題還不太大 那現在問題是要怎麼如何守這個主金 要是這個主金也丟掉的話就完蛋了 上面這邊要找個機會去開TC 像YO的話是問題有點多 這裡再不繼續被深插 完了 剛講完 這個尷尬了 哈哈哈哈 這裡又被插了一根城堡怎麼辦 怎麼辦 哇 阿德直接打了一個城堡寶推 哇唷 銀類一根都還沒有插下 好 已經要補銀類了 銀類打算補在哪個位置呢 好 補在下方這裡 然後從下方 偷偷的碰住石頭塊 從這裡深插進去 碰他的主金嗎 好像可以唷 好 但這個城鎮中心看起來是不保了 好 這根一類 最後還是能見起來 好 騎士衝進去砍個一波 先把這個箭塔給砍掉 反對長靠回反擊 好 直接在你的箭塔的射程範圍內 見一類 哇 這一波很扯 有點過分阿 直接在人家箭塔射程下面了 那這個箭塔應該要趕快射車門才對 好 那哈瑟這邊又再蓋了一個城堡 直接插三柱箱 好 那這個箱直接插完 後面這個城堡 尷尬了 這要趕快蓋工程器製造所 如果要反之回去的話 工程器製造所這裡要趕快按 但是 o有打算要反之回去嗎 好 很少aga 不然這裡 墜進的話是沒得打架的 好 好像要放棄這兩個銀類了 這兩個銀類 終究還是要被這個城堡給拆掉了 好 但是這兩個銀類也可以 呃 什麼叫什麼 可以 被拘沃很多時間 讓對方沒有辦法挖更多的石頭 這兩塊石頭暫時沒有辦法挖 這算是有牽制的作用在 所以也不到說這兩根銀壘沒有做到事情 好 現在YO在後面繼續插一點 這次是直接插在你的城鎮中心裡 但YO的石頭來源 你看到這一處 所以這坨石頭看能不能保住 現在這個槍隊長工兵過來的話 把這坨石頭碰住的話 銀壘攻可能就要被中斷了 好 這裡有TC 再來哈特也確認到了 好 這個一連補下 後方要城鎮中心 你要被拆掉 上方這個黃金礦暫時還沒有問題 哈特現在石頭還可以稍微挖一下 左邊這個地方其實還可以挖 好 上方工兵過來 想要控挖近村民 好 村民先出來 先挖個木頭 哇賽 他打得有點 有點兇啊 城堡怎麼這樣子插進去啊 原本想說 城市寶加莉亞的英雷 可以更有這個主動權 就如果哈特直接先插一根寶 主動權完全就沒了 算一類的造價便宜喔 但是只要遇到城堡還是沒者 好 後面補了一個馬舟 在歪歪想要從後方造一些肉馬嗎 去反制一下這個生女 好 招羅馬了 好 歪歪青騎兵也點下 好 後面這個新的陣地 喔 完蛋 這個生女要直接硬上了 兩隻騎士被招掉 一隻寶加莉亞騎兵 OK 這裡打完就要走 不能練戰 所以練戰騎士會全部損失掉 好 哈特這邊點下了 救贖思想 待會招搶工程系也可以 歪歪向工程系指出了幾台 奴砲跟投石車 好 歪歪要點帝王時代了 給你買賣一下 OK 帝王時代補一下 欸 是補這個 不是補碰這個 沒關係 對方也沒有石頭 可以繼續打塔弓了 這個城堡塔弓 好 兩邊帝王時代 都是差不多時間點下 哈特這裡也是透過買賣一波 上去了 那現在歪歪的村民處 是暫時領先 哈特 好 兩邊剩帝王時代 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我們來看一下帝王時代 兩邊怎麼去處理現在這個局面 好 率先出了衝車的是 哈特 還是要出衝車 不然這個要拆太久 用城堡拆 還是要拆更時間 所以這個銀壘的牽制效果 還是在 雖然沒有辦法打贏城堡 好 這邊稍微互打一下 兩邊投車互槍招一下 側面部分 點下的救贖思想重新補下 剛剛本來要點 但是跑去點帝王時代了 好 現在僧侶暫時沒有辦法應付投車 喔 這一波僧侶招想有機會了 可以 招到投車車了 臨時又撒了一發 撒掉了一些槍隊長 兩邊帝王時代以上 看一下兩邊的路線是走什麼 兩邊有事先走巨頭開拆路線 YO也是準備好了 很飽 好 現在正面的部分 槍隊長數量有點多 還是要先體現一下步兵鎧甲 比較好 好 後面偷吃果子的村民被抓包了 這裡有兩隻保夾利亞齊民在那邊偷敲 把那個衝車給敲掉了 OK 巨型頭司機來了 這裡沒有產衝撤的YO 看來也不能產 就算產衝撤的話 槍隊長也是會瞬間秒殺掉 所以巨頭對戰還是需要大量的石頭來保護才行 那感覺YO還是比較劣勢一點的 畢竟黃金的來源跟石頭來源 幾次都快沒有了 黃金只剩下最後這一塊石頭已經歸零 ART這邊則是有石頭的採集來源 所以這裡要修城堡 ART是有這個資本 YL4沒有 好 阿瑞等一下精銳槍隊長 好 後方四隻新騎兵開始過來抓 OK 抓到兩隻僧侶 現在YO只能被撲退 現在戰地戰來說對HART實在是太有力 好 化學點下 這邊是要轉馬功 好 保加利亞馬功策略來了 最近軍隊長保加利亞騎兵是打不贏的喔 好 後面馬功開始次數騷擾了 那第一本資源來說還是YL領先 YL這裡有非常多的木頭 再會賣掉也是一筆可貫資金 那硬家呢 他有之巫盾還有這個 10點遠防的老鷹 所以打馬功的話應該問題不大 馬功的射都是1滴全滿的話 所以硬家人這邊的目標 是要趕快轉出老鷹喔 槍隊長現在先保留住 防守就好 好 這一搓 搓掉了保加利亞 YL這邊大量的馬功 祝福了 YL這一波波線有點 被控到兵 結果這兩台巨頭怎麼往這邊走 這個算是 但是他槍隊長沒有看到啊 HART這邊有點 夠食良機了 這部巨頭要是架起來可能會直接拆掉 好 場隊長開始南下 YL這裡點下了 單攻大洛馬升級 保加利亞騎兵的馬盾科技 也是可以用到洛馬身上的 但是現在YL沒有城堡 馬盾是不能點的 現在要想辦法 把對方城堡拿下 拿了一隻村莫林過來修理 現在HART也沒有石頭 其實可以修理這根城堡 好 馬弓直接在高打第一射了 槍隊長非常多的輸出 但是這裡要硬上 把這個巨頭拿下才行 好 直接戳掉 第一台 第二台 哇靠 這個馬弓直接被戳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HART直接用槍隊長戳爛了一堆馬弓 至少戳了快十隻了吧 哇 槍隊長這個上高地直接硬拖 這就是全能型步兵槍隊長 遠防六點 蛮多還是有的 好 那他的烈士 是比較移動速度慢了一些 現在YO 想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靠這裡這些木頭 趕快把木頭全部賣掉 然後換出更多的黃金 看要不要轉衝車了 現在感覺轉衝車是最後的希望 這坨馬弓 這坨槍隊長解完之後 馬弓如果還有數量的話 趕快來轉衝車 把中間這裡撞進去了 黃金趕快重新奪回來才行 不然這個黃金跟石頭 沒有辦法繼續打的話 是很難打殺後期的 YL正式先轉出了一些大落馬 先去貨方 看能不能騷擾到一些東西 HART開始轉老鷹了 這裡轉老鷹確實才有希望 強隊長一直被這些馬弓追著打 很難受 HART進來 強隊長攔截 HART這邊可能要轉一些槍兵 在家裡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待會轉老鷹 黃金可能會不夠用 所以待會槍兵升級也要考慮一下 好 這裡中午有機會可以挖石頭 HART這一波石頭 中午要失守了 可以稍微拉開 跟上隊長的距離 後防大落馬 抓到巨頭 這個鷹類能夠修回來嗎 兩邊的村民都在努力修 哇 可以修回來 這裡拿下一台 第二台也拿下 這些洛馬大功告成 好這塊黃金暫時還沒辦法 但是 只要開始有石頭的話 YO就還有機會 哇 沒想到YO可以斷金斷死斷這麼久 還可以打這麼久 還可以打這麼久 對手還是HART的硬家 這個相當不容易 YO這一波有開始逆轉的味道 落馬騷擾 讓HART有點渾身罰術 HART並沒有打算放棄 來共享黃金吧 兩邊都想來挖這塊黃金 現在後面馬功 還在繼續給對方壓力 一直後面有一坨馬功在 哇這一坨大洛馬直接抓掉了大量戳皮 HART這一波虧了 落馬這一波又賺了 好快喔這邊 待會要找個機會 點一下馬凳 先點了重裝馬功 馬功點下去了 這裡巨型頭C又再次架了起來 大洛馬繼續往裡面衝 HART的家裡現在四處著火 YO在正面補下了馬功 直接想要手點巨頭嗎 好先抓掉了一些村民 馬功又再補路過來 哇靠這馬功最弱有點多 37隻馬功 槍隊長戳馬速度實在是太快 這裡還是需要稍微拉打一下才行 OK這邊拉打拉打得很不錯 下方的黃金也沒有辦法正常挖 HART的家裡村民處開始 下降只剩下104村 好站下面挖石頭村民 開始被冰萃了回去 這裡馬功開始把槍隊長給反殺回去了 難道YO又翻盤了嗎 至少馬功 到底黃金是從哪裡來的 真的是透過買賣嗎 OK硬家這裡又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個黃金真的要落入硬家手中了 然後暫時還沒有打算要出衝車 城堡就讓他繼續存在 但是騷擾他還是要做 好這裡也補了一根城堡 但是沒有問題了 家裡的防守應該還OK 但硬家這邊有個細節要注意做的是 是要趕快把這個彈道學給點下來 還有三級射 那城堡的防守效果才夠 不然其實洛馬一直走過去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沒有接近城堡 其實城堡是射不到對方單位的 好像這樣子其實右邊這根城堡一直都沒有射到 所以彈道學在這裡其實很重要 好這裡又再解掉兩台巨頭很賺 YO對付馬功開始給到了運家非常大的壓力 現在HOT抽屏書已經剩下85分 軍事輪投也只剩下111 YO這邊則是200輪投的壓力 但是空的黃金點還是HOT有 怕著有黃金但是卻壓制不了 YO這邊的壓制力 哇 YO靠著自己的基礎經濟 雖然沒有太多黃金可以用 但透過買賣還是賺到更多的黃金 而且補了一根城堡 轉出了巨頭馬燈 開始要來反殺了 這個馬功正是轉得很及時喔 有馬功真的就是有希望了 好這裡村民 馬功正有點難受 退一下退一下 好華達利亞眼下了鑽瓦技術 好現在馬功正來到45隻 這一波硬加老鷹最後一波嗎 遠防高達10點的老鷹 但是沒有三攻 傷害有點差 好 當然好處是 老鷹現在怎麼打都是一滴 YO的馬功可能會損失太多 這裡一定要靠大肉馬過來擋一下才行 但是大肉馬現在完全在下方進攻當中 沒有閒暇時刻過來支援 馬功只能先撤退 好但是這邊靠著大量的箭矢 還是直接硬吃 把這些老鷹給吃掉了 後方這個營類也吸引到非常多的老鷹 好現在雙方多盒輸 指出渾身解出 但是哈特的支援量已經明顯不夠了 甚至連三位數的支援都有點 都有點沒有辦法獲得了 因為用的太緊湊了 但是老鷹還在努力打 這裡也沒有轉槍兵 但是槍兵也來不及轉 這邊哈特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 拿下比賽的勝利 YO居然完成了不可能的翻盤 這個鑰匙讓我來 我可能在前面就直接打GG了 不可能撐到這麼後面 還有可能翻盤 這個一般人要來撐到後期 甚至太可能了 來看一下這個黃金就知道了 硬家這邊獲得了1萬7的黃金 YO只有1萬2 但是YO這邊也有5聖物 這可能是5聖物讓YO 獲得了後期的堅持的力量 那YO後面是食物跟木產 大約贏了1萬左右的支援 基礎支援贏了很多 再透過買賣 還有5聖物的黃金優勢 讓這些黃金明顯拉高到1萬2 不然這些黃金全部都給HOT 全部挖去的話 真的是沒有辦法打後期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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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었습니다 再見 再見